粉红泡泡满天飞吴念轩问姚依晴直求告白:"我喜欢乃!" 吴念轩在三十一分之三、六、播出的TVBS欢乐台翻墙的记忆,不断释出大绝招追求真爱,他饰演的老K对MeMe,摇曳情世,一见钟情,在本周第五集中出了唱情歌,直求告白:"我喜欢你",还不断上演爱的抱抱。 甜蜜吻戏更是从额头到嘴唇,逐一上演,粉红泡泡满天飞,也让两人在剧中的感情发展向前迈进一大步。 吴念轩在剧中为了追悼姚依晴可说是用尽心思,除了唱情歌,大胆告白我喜欢你,跟我在一起等情话,更顺势牵起女生的手,十足就是撩妹高手。 剧本原本安排两人在码头边接吻,但姚依晴和导演和润冬现场讨论时,认为按照角色心境,这时应该还不会进展到这步,所以建议先去瞧。 这也让何润冬带到机会对住吴念轩说,他就活生生把你们的吻戏删掉了。 然而吴念轩私下去和导演偷偷讨论,因此正式拍摄时,他采取偷吻攻势。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一吻,姚依晴表示,虽然跟念轩默契培养得蛮好,但内心每一次还是会小小紧张一下接住说,当我主动吻他脸颊,但他后来又回吻我时,其实有点惊喜。 吴念轩和姚依晴拍摄《马头之吻》时,现场还发生一个小插曲。 当导演和润冬看到吴念轩用手扶起女生下巴的接吻姿势,马上搞笑评语,你扶人家下巴很老手耶,又骗到一个女孩子的那种感觉。 对于剧中种种妖魅举动,吴念轩笑说导演传授他毕生的绝活,接触幽默奥视,从这部戏学到除了前面分享过的东西,最重要的是,怎么谈恋爱,如果想要学习怎么追女生,欢迎大家follow导演以后每一部作品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